李榮浩與楊傳玲結婚三年 不時在社群放閃 但近期近遭陸網爆出烏龍離婚消息 甚至謠傳李榮浩出軌大陸女性幾顆軍藝 對此三人幾乎在同時間發文闢謠 李榮浩正面反擊表示 疫情當下還有人給我胡扯照 也要放心證據以及流傳 律師正在處理 但動作的要為此提告 楊傳玲則安慰老公簡短寫下 不氣不氣太佳樂根本沒人信 兩手一攤的表情符號感受得到慢慢的無奈 事實上楊傳玲過去曾坦言很怕被人誤會 所以每次有誤會都會出面澄清 但這次傳出的荒謬消息 她僅轉發文章簡單留言力挺老公 讓粉絲留言回覆整得很離譜 澄清天后都懶得來澄清了 楊傳玲本人也認真笑稱這句話說得很對 與此同時 極科軍也發文表示 夾的簡單兩個字為自己的清白辯解 楊傳玲也在底下留言報報 看得出雙方的好感情 三人的互動讓這次的烏龍爆料事件 不攻自破完全樂專門結報道 讓我無時無刻完全娛樂